31题 三路转弯处常树立某种面镜 以方便驾驶员看到对象来车的情形 下列有关于此面镜叙述何者错误 A 此镜是凸面镜 这个叙述是对的 我们上课教过 我们在这个路边树立凸面镜 让它成为一个缩小的像 来增加我们的可视范围 而使得我们看到原来看不到的地方 所以A说此镜是凸面镜对的 B 此镜是利用光反射的原理成像 这也是对的 我们镜子都是利用光的反射来成像的 不管它是平面镜 凸面镜还是凹面镜都一样 所以B的叙述也是对的 那么C 此镜可以使驾驶员增加视野范围 这我们刚才提过了 这个是对的 因为它会成为一个缩小的像 可以增加我们的视野范围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原来看不到的地方 这又是我们使用这种面镜的缘故 所以C是对的 诸 它说此镜所看到的是个正立缩小的实像 是错的 因为我们是一个镜子 我们所成的像是虚像 所以它看到的像是一个正立缩小虚像 而不是实像 所以第31题 我们答案要选诸 下列叙述何者错误 那我们选诸 此镜所看到的是正立缩小的实像 这不对 应该是正立缩小的虚像